主播再来关心 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台北市中正区的南机场整宅 可以看到现场除了是拉起封锁线之外 警方也在场介护 主要就是因为呢 这个整宅受到昨天7.2强震影响 导致里面的楼梯有多处均裂之外 甚至连一楼的梁柱以及这个磁砖 都有剥落情形 导致说整个钢筋是裸落的状况 因此在昨天呢 也被结构纪事工会认定是红单围楼 因此市府单位呢 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撤离了里面的总共61人 而稍早呢 这个里长也已经到现场来关心了最新状况 现在听一下稍早访问 比较多的是租客 这个整排 大概只有一户是房东 其他都是租客 包括这个摊贩也很头痛 他租人家天明门口的时候 他也都不能做声音 他像旁边的冷冻柜 满满的东西 那个使令宫最严重的那一间 他昨天才补货补的满满的 都不能做了 房客反而比较烦恼 他一直在问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可是重点是 昨天的动作先把人都找到了 每一间里面都没有人了 可以看到呢 因为现场里面有些部分的建筑物 这个柱子是已经裸落情形 因此呢 这个结构上面有一些疑虑 因此昨天市府单位呢 是已经派遣了相关人员 先进到店面里面 来架设这个H型的钢架 要来作为临时的支撑 不过可以看到因为现场呢 现在时间比较早 加上是清明廉价第一天 因此大部分的地面 都是还没有开门的 而稍晚呢 这个当地的区长以及里长 都会会从这个住户以及房东 要来把一楼的地面给开门 让这个结构技师来确认一下说 到底有哪一些的柱子 只是需要再加装这个H型钢构 来做临时支撑 以免会有发生危险的疑虑 那么以上现场最新情形 主播